遲也是 好,來吧 小心,大俠吸到過來 可惜被人攔倒 院士爺怎樣? 院士爺通常是天生的眼球太長 好,困住球 大了,老了就自然有老花 對面,公路過來 輕輕鬆鬆抱著球 今天還有一宗新聞 他說 美國近日很流行吃一種肉類 很喜歡吃那種透肉 套肉現在很流行 套米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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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質 得泥 最重要的是 為何會這麼多人吃? 低卡路里 不是很肥膩 或者怎樣 現在美國人很喜歡吃 這些套肉料理 現在很多市民買套肉 現在創了新高 有些賣肉的人 那些供應商 就說 現在的銷量 比四年前 升了一倍 而本來 只有米芝蓮 升級的餐廳 才會 進入那些套肉 接著 近期超級市場 都會買一些 都會買一些 因為以前 鬼佬 通常吃來吃去 都是那些豬牛羊 那些 羊都少吃 說真的 是中東人 喜歡吃羊 現在 他就說 現在流行吃 這個套肉 本身 可能你不知道 因為套肉 那時候 不知道澳洲 還是什麼 就是當初 還是紐西蘭 試過有一次 那些套肉 生得極快 還是什麼 那些人 就是狂打獵 但是 他們很少說 打完獵 就會吃那些套肉 通常吃套肉 那些 都是中國人 會有吃 野味 那些 村山甲 那些 都會有吃 那些鬼佬 好像小聽人說 會吃 兔肉 有沒有在美國 的兄弟 是吃 兔肉 我沒吃過 不知道是什麼 那時候 是什麼 紅七公 還是什麼 金融群合轉 最舊 最舊 那一集 不知道要做 不知道要做 兔肉 給他吃 不知道要煮 不知道什麼 才可以拿到 什麼 或者鴕鳥肉 也很健康 韜肉 我就 不知道 食用的套 不知道是否一定要吃 白兔 還是野兔 不知道有沒有一種品種 才會特別 大隻 或者特別 怎樣 通常都是這樣 豬 現在全部都是吃 粉紅色 白豬 牛 就是 一定不會是 水牛 那些 有特別的 食用牛 多些肉 或者怎樣 加拿大超市也有 兔仔肉 對面上前 對面 有位兄弟說 以前住加拿大 有位鄰居 打獵 打獵 打獵的時候 打了鹿肉 打了鹿肉出來 他就說 鹿肉的刺身 生吃鹿肉 鹿肉的刺身 更好吃 海鮮 那些 他就這樣說 嘩 又被人頂 這個 鹿肉刺身 這個又 不知道 是韓劇 還是什麼 韓國的 綜藝節目 早前我也看過 就不知道韓國 蒙古嗎 還是什麼鬼 不知道他在說哪個地方 還是Greenland Greenland 什麼 格陵蘭 那些地方 很多人 很喜歡 生吃鹿肉 他就說 他們不會 瘋 他就不會去煮 他們說 血就這樣 生喝 生湯 就是吃 又不怕 寄生蟲 真的 真的這樣生吃 那時候 我也不知道 這麼瘋 原來可以這樣生吃 因為一般情況 我們之前也是怕 我們吃東西 吃肉 或者主屬 怕有寄生蟲 有細菌 但他們說 他這個竹人 就是這樣 習慣了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Greenland 當地的民族 會直接割完肉 割完皮 然後放血 然後喝血 然後喝血 很好喝 可能加熱一點 加鹽 然後喝鹿 然後喝 那些龍珠 鹿的龍珠 心 還是什麼 就馬上放進嘴裡 割一塊仔 放進去 我正常 如果給我 我也不太敢吃 說真的 如果我煮過的話 我也可以考慮一下 鹿肉 那些 但如果你說 這樣生吃 我也覺得 牛肉 好地底 現在說 魚毛的飲血 很想 對呀 他有什麼可以撞羊 我記得當時那些族人 跟韓國的明星說 這些是可以撞羊的 一定要 咬 鹿是撞羊的 不知道什麼純羊之物 那時候我都說過 古代的皇帝 還是什麼都很喜歡射 煤花鹿 就會覺得很威 射 鹿彈來彈去 很難射 通常有什麼皇帝打獵 那些狩獵活動 皇帝就在那裡射 射那些 射的梅花鹿 還是什麼 射中的威 王帝很厲害 這樣讚賞他 馬肉也有刺身 為什麼鹿肉 不能做刺身 有人說 我小時候 你說馬肉 就有 小時候 我不知道 聽哪個MISS說 還是什麼 什麼鬼 他說 中國有個地區的人 很喜歡吃馬肉 不知道你們知道嗎 就是 他說 桂林的頭 那些人很喜歡吃馬肉 桂林有吃的馬肉 吃完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這樣 桂林人 不知道是否吃馬肉的緣故 他就跟我說 發現桂林的人 通常是身很長 腳很短 而且很矮 他就這樣說 那 就不知道 因為這樣 所以 MISS跟我們說 所以你們不要經常吃馬肉 他說 他懷疑 因為桂林人很喜歡吃馬肉 就弄成這樣 發肉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就弄成這樣 因為馬 我就奇怪 他說 我好像 那時候 MISS有一個問題 不是的 馬的腳很長 人們經常說 想要 馬的腳很漂亮 又有地 又有力 之後 MISS就沒有回答 好像我沒有 他說 中國人不是 沒有型的嗎 我感覺 吃馬肉 會不會是這樣 我好像有這樣問 MISS就沒有回答 總之 他就說 馬肉可能會有 令到人 身長的腳短 但是他沒有 沒有說過科學根據的事情 他就這樣說 純粹就是這樣說 一個論點 MISS就是這樣說 我不知道 這個我告訴你 說給你聽 就是當作花邊新聞 聽聽 你不用認真去鑽研 或者怎樣 馬肉 之前就有傳 你說正常的馬肉刺身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早前那些 那些 馬肉倒進去 看保育肉 所以不糟糕了 因為那些馬是 不知道 醫死過 食過藥 或者怎樣 沒有留意到 溝光了下去 不能吃 有毒的 我被人打過去 再去 再有核 我認識 我他說 有些人為甚麼 為甚麼有那麼少地方吃馬呢 你想想古代,很少民族會吃馬 因為古代馬就像車一樣,很珍貴,可以讓你騎 很少生材工具,很少人會劏鬼來吃 代步工具又跑得快 所以很少會想怎樣煮馬來吃 那為什麼桂林人會有這個習慣呢? 可能是多山,可能是坐船多 桂林有很多河、江等 那可能馬就不是特別有用 可能會劏黎吃也不一定 可能是這樣 好,來了,對面反攻了 小心啊,猜到中間了 我覺得橙色的荷蘭隊也是特別厲害的 不知道是錯覺還是怎樣 然後還有另外一則新聞 也是有點癲癲的 話說他有一個入行做了三年夜的旅遊秘書 他跟報紙揭露一些很慘的 就是行內、業內的一些辛酸 他就說試過... 這次很嚴重 那我就告訴你 什麼為之旅遊秘書 什麼為之旅遊秘書呢? 由於台灣的旅遊業 就是要企業化經營 通常會做一些... 會有些中間人的公司 跟一些旅遊社接生意 或者怎樣的 你知這樣就會牽涉到一些 類似的判頭或者什麼問題 這位旅遊業的秘書 類似是其中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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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客人怎樣談 或者怎樣的 要負責做中間人 寫一些東西 接待文件 或者怎樣的 於是... 給了下去了 一點點 再硬上去 可惜 他就試過有些貴婦 要求跟他 可能有些生意來往 或者怎樣的 如果你想拿生意 或者怎樣的 要求 這個旅遊秘書 要跟他 舔腳趾 同時又把走後亂性的脾氣 發洩在他身上 然後他就說 經常要出賣尊嚴 肉體為了錢 最重要就是忍 接待那些人 接待那些貴婦的時候 要交足氣 或者怎樣的 明知道自己 心不情願 或者怎樣的 都要去滿足他們 你們怎麼看? 你們知道有這件事嗎? 我想知道香港有沒有這些 好 給他下來吧 小心啊 來了 有些貴婦珠嗎? 糟糕了 對面又想再傳下去 還有 我早前才看過 報紙也是這樣 早前有些是說 有朋友 在WhatsApp傳 群組的圖片 他跟我說 有一個... 不能給你了 他就說 有些報紙貼一些廣告 什麼招旅遊伴侶 他這樣說 嘩 小心啊 他招旅遊伴侶 什麼招男性旅遊伴侶 還是什麼 他寫得很白的 我不記得是什麼 就是什麼 有囚怒 包食住 什麼 然後他又說 什麼同房份 也有這些 香港的報紙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廣告 除了我朋友 不知道 有一陣子經常在看這些 他經常在拍這些給我看 他說 他說 他本身是一個 男性 不知道什麼商人 他說 尋求旅遊 男性 他是男性商人 尋求男性的 旅遊伴侶 他說 到時候 會睡一間房 不知道 十幾天 什麼歐洲 或者什麼 可以任選 不知道 歐洲 日本 韓國 那天都可以選 但是要遊足十幾天 有囚禁 還是怎樣 聽起來 就古古怪怪 但是他 是有這些 我朋友 那時候 他沒有工作 經常在看報紙 轉工期間 沒有工作 他經常在看 看這些廣告 他經常在拍給我 然後就在說 你看這些 有的 他說 我準備轉工過去 你那天看 就問我 有很多 還有什麼 他說 那些廣告 旁邊就有些 上門按摩 有些 很多 雜不甩 好 對面斬到上來了 嘩 去了十幾天 對的 說得明 睡一間房 會做什麼 就不知道 但是 就是這樣 正常 正路人 還有那個價錢 不知道 由十幾天 好像是賠 籌金十幾萬 不知道 幾萬 好像沒有十幾萬 不知道五六萬 包食住 油換費 我肯定不 我神經病 有沒有去認證 當然不去 自己去旅行 還要上班 很慘 去旅行 如果你真的想出國 最好 就是自己去旅行 有些人說 上班 某些工作 可以到處去 以為很棒 或者怎樣 其實不是 因為很辛苦 知道嗎 你揹著工作 就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經常要顧頭顧尾 又要工作 又要打報告 我有些朋友告訴你 不知道什麼 去韓國採購 買東西 買完東西 那天 就不知道 立刻在夜晚 印好東西 寄船 寄飛機 處理好 急急忙忙 老闆 給你一頭半個月 包你七天酒店 通常是屎林尿賴 趕頭趕尾 包你三天飛機 那天你就要立刻 完成任務 一般來說 都是這樣的 成龍 吸到過來 再來 再來 可惜 有機會 啟大 入了吧 可惜 這裡來打回日本仔 好 好 接著還有說 什麼坐船 今天好像有個發明 就說不知道什麼飛機 他說坐飛機 那邊呢 那個椅子 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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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不能夠 入了 舒服服服的 一起進去 今天發明了一下 應當 修主 椅子 椅子 手間 搭裂充 充製於充製 充製充製的 他這樣說 在飛機上 那麼折 他說 可以把充製充製充製 他折充 剛才是充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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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兩層的層架,一個就放在下層,一個就放在上層 大家可以同時放手 於是貼了一幅圖出來,每個人都在討論 他說不是,這個有些問題 他說萬一你以為這個設計很正,萬一這個人偷偷地走去抽水 例如你可以搞別人的高燈的討論 有些人說萬一有個變態人在旁邊,旁邊偷偷地趁著空心手柄有個洞 偷偷地摸別人的丁,或者摸別人的庫浪,不是很危險 他說這件事會不會有問題,抽水會有很多尷尬 而且穿湯不止是這件事,有時候當有些人不小心 睡著了,可能放了一隻手進去 有時候你動一動,或者撞一撞,很容易摸到別人的敏感部位 會不會出事,馬上惹來很多不必要誤會呢 有些人就這樣說 你們怎麼看 你們對於這件事,你們覺得這個贊成怎樣 有位高燈仔,有位高燈的兄弟留言 他說什麼?我小學坐校巴的時候已經想到了 他說想不到等到現在,終於發明了 如果這位兄弟一早發明,即是早點把這件事弘揚開去 可能今天就是到他見報 那些專利費或者什麼,就扔你扔你扔你 有時候你小時候想一些東西就是 你沒有實現到,可能那些策略或者怎樣 慢慢慢慢就變成別人拿來發達大計 就等於達叔蛇跟你說發達大計,你不拿去用 不申請專利,做一下做一下 那些什麼商家,那些什麼午餐肉漢堡啊 那些什麼就全部出來了 全部賺錢,有時候就是欠這件事 你不早一步賺就沒有了 橋就在這了 賺錢就告訴你哪裏有寶藏 懂不懂撿呢,就看你們機緣 好 小心啊 想挖,這一下倒掛 剛剛那一下好像足球小章 一踢之下,那人馬上倒掛 清鬼走啊,神經病 精神盃,有沒有這麼好文哲啊 那一下是那個... 新坦拿轉身,好像是帶智偉 想出,不知是踢起那個球 對新坦拿,新坦拿一下倒掛 馬上清走那個球 神經病 神經病 又說什麼... 又說如果一早發達 這樣 那件事真的是他想出來 那位兄弟 早十幾年已經想出來 還有我的午餐肉是真的有商人 有商人去實行 我告訴你 生意人為什麼會做一些事情 就是有錢賺他才會做 對吧 什麼時候見過城仔會做一些會蝕錢的生意 哦,建了一個房子蝕的 大家...大家便宜賣 大家會蝕的 蝕出血,讓大家有 不會這樣建房子 一定是有錢賺才會推行這些 那天打一個算盤 打一個容易算盤 覺得有得想 或者什麼才有得做 那我說出來 之前已經有幾單 除了午餐肉還是什麼 不知道是賣空氣 賣空氣又有人去搞 對吧 那兩壇都已經有大商家去做 那很明顯 每個人都是打一個算盤 不知道有得做 對不對 好 又說為什麼大叔你不脆脆自己做 他說你想到 我沒有這樣的財力 告訴你 我的軍師 有些人說是軍師 有些人是適合做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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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 這些事情 我可能我沒有 好像劉備也要跟張飛 不然他也沒有錢 張飛有個桃花樹 還是什麼東西 有個桃園 有個什麼豬肉蕩 還是什麼東西 對吧 那他才... 哇 小心啊 對 對 那可能你本身有些錢 你們就拿去用 沒有所謂的 我現在看到他 條件要用的 已經賺了錢 潑滿潑滿 很開心 小心啊 幸好成龍及時 清掉他 應該差不多了 他拿了球 夠了 現場 還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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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時間 成龍 看得怎樣了 好 對面想反攻 應該是最後一次攻勢 如果我們守著 就應該失色沒有癡 頂上他了 鬆鬆了 還有一宗新聞 不知道有什麼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也有非法上載 你知道嗎 不知道有一個人 有一個日本的失業男 懷疑 不知道有什麼 整天在上載光之美少女 整輯光之美少女動畫 不知道 百百多集 全部上載了 新聞報道 還有被警察拿了 他這樣說 第一次 香港就試過 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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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拘捕 好像這一次 也是第一次聽說 日本 上載上去 才出事 對吧 然後有些人就說 真的 第一次聽 為什麼會這樣 他這樣說 我不知道 日本的法例是怎樣 日本是上載 那些動畫上去 是不是已經犯法了 還是什麼 有人說 有位兄弟就留言 他說什麼 阿妹說 男朋友星期六家裡沒有人 叫她去她家裡過夜 應不應該阻止她 你妹妹多少歲 這個很大的問題 最重要就是這個問題 請問你妹妹多少歲 蛤 以前有日本也有師奶 說韓劇的被人拘捕 多少歲 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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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好 不是說很足夠 那個年紀 他男朋友 你有沒有見過 蛤 你有沒有見過他男朋友 不是說他們要走路 他們也可能有事要做 那我們轉遊戲吧 現在25分 再玩吧 下次再玩吧 我們明天再玩吧 好 好 看看 先 尷尬 我們完 明天再玩吧 因為說 十六歲 那你男朋友有沒有見過 見過乖不乖仔 有沒有見過面 最好就是沒有 對吧 上去你說這些 孤男寡女 共處一室 這不太好 這不太方便 男朋友 十九歲 有人說 詩詩文文 在讀書 那些人說 是真的嗎 詩詩文文 在讀書 但是這些都很難說 這些東西很難控制 如果 預防勝於治療 哈哈 你說沒有人 出去玩 你說一起去吧 我還沒 我還沒 我還沒帶哥哥 去開玩笑 這就不太好 最好 你說 十九歲 讀書 讀書 家裡沒有人 就對了 這一天就讓你清淨 留在家裡溫習 平日家人 騷擾你 對吧 不太好 這些真的很難說 所以我建議你 不要讓他去 說真的 那 有位兄弟 叫 庫羅 叫庫羅拉 他 兩年來 他說 等了兩年 要我跟他說 生日快樂 他說 我現在在這裡 祝你 庫羅拉 祝你生日快樂 我年年有今天 碎碎 有今早 左邊位 CIMP Yuri Andy Monty 你爸爸生日快樂 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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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 玩得歸心一點 我發現有些人開始打一些很深的字 我的名字很難 我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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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讀 他生日快樂 他姓 三水妹 然後 我看不及 生日快樂 兄弟 我勸你 如果我是你的 我應該會說 最好不要去 你跟妹妹說 你那天在香港 你就叫她 叫她盡量不要去 你跟她說 因為如果她說 這麼大個人 她要騙你 她說 我不去 然後就說 可能跟你說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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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了姐妹去逛街 你可能她也不知道 但你就盡量給她一個勸告 其實這些事情 最好不是 最好不是太好 至少做了一份內事 我們跟她說清楚 有什麼什麼 疑慮 但你妹妹肯通知你也算 有個交代 她也有 想問一問你的意見 我想你也可以勸動她 好 好 來 上回說到 他們喝飽食罪 劉卡斯心情 似乎完全沒有被人影響過 精堅強的孩子 你有沒有找到 維克托的目標 有啊 這扇門 沒有鎖匙 啊 這扇門的背後 就是埋葬著古老的寶藏 巨大的神器 他的大小龍力量 比一般都要強數百倍的 誰打開這扇門呢 就可以管治這個新世界 但是門又被人上鎖了 而鎖匙也不見了 這扇門 是啊 我看過了 應該說 看過她的畫像 為什麼有一隻霧險裡面 我獨自穿越了 憑脊的荒原 總之一間神廟裡見到 整幅的佔據 整張牆的畫 正宗就是你給我看的圖形 迫畫畫什麼 我們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只要我做些準備才行 除非打算了 攀爬數百尺的朝兵 光啊光啊 我是星人大戰美軍 好 這個什麼大蝦 我記得大蝦打美軍 美軍是戰機垃圾 你看空軍霸王 超超超超超 超超超超 超超超 全部美軍變成廢業 你看看 昨天好像我也有說 我這裡